就怕外籍移工群聚造成感染持续扩大 现在台南警方这里也全面清查 没想到发现有六个群聚 这两个是逃逸移工 其中一个人说自己是感冒 但是体温一凉发烧是超过了38度 马上启动了防疫机制 目前快晒是阴性的 不过就怕整个群聚感染持续在扩大 所以像是台南的南科还有高雄园区 现在都设置了快晒战 早上开始要针对外籍移工 来进行筛检 远景全副武装把一名外籍移工送上救护车 清销动作没少过 因为他们查到六名移工 每依照规定聚在一起 两人是逃逸移工就算了 其中一人还烧到38度 幸好快筛结果是阴性 担心移工群聚造成破口 再度上演苗栗电子厂移工群聚染疫事件 因此在台南这边 所有外籍移工一一通关 接着准备进行快筛 高雄也同样 外籍移工搭乘游览车来到前镇加工出口 准备快筛 等待过程 相关人员也是不断提醒 保持安全距离 高雄市府在外籍移工部分 除了加强宿舍稽查 更在南子 陆竹 前镇 三大科学园区启动企业快筛 预计一个礼拜内 一万多名移工就能统统完成 县市政府统统统统签部署 除了确保生产力不受影响外 更替市民把关 不让病毒有机可乘 华市新闻 林婉宇 许富杰 刘汉生 台南高雄 综合报导 早安